一笔财尽在运通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每天早上9点 我们一起来观察台北股市 不管是昨天国际股市的变化 以及今天如何去面对 台股接下来的一些演变 台北股市我们看到第一时间 我们直接看 目前加权指数开盘报价 14280点 那么下跌109点 面对台股到底该怎么做观测 其实不难 你说不难对 今天的看法是0.4个百分点 你说0.4现在已经跌了 跌了0.7了 0.8了 没有没有 看0.4 就是说加权指数现在嘛 我刚开盘 那么各位大概给我10分钟 我会把整个结构帮你讲完 就是说我们看到收盘 如果今天到中场收盘 台股的跌幅小于0.4个百分点 它只要没有跌到0.4 你不能看第一时间 那代表你要小心 就是说它在震荡行进过程里面 它的目标没有变 它目标是走到12月16号 就下个礼拜的礼拜三了 所以你看台股不顺眼的 我觉得OK这很正常 因为它一直涨嘛 对不对 所以你难免会觉得说 就好像特斯拉一样啊 大家看它不顺眼 那就一直空嘛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于 不做猜测用真实的数据 所以我们先看画面 各位请看 第一个叫道琼工业指数 道琼指数昨天下跌0.35 那最主要跌幅比较重的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就在于 大家就担忧 第一个一个是纾困吧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脸书要分拆Split 那市场认为脸书受压抑 然后整个所谓的尖牙谷 这种Alphabet等等一大堆 那可能会做一个修正 所以造成昨天的纳斯达克 跌幅高达1.94个百分点 关键在于这两个 一个叫南韩 一个叫日金 就是亚洲股市 一个是跌了0.8 一个大概跌0.2 0.7 0.8 那你给他换算 我们观察过去 特别是从11月份以来 台北股市的走势非常强 最强的一个叫南韩 一个叫台股 这两个 那你去看交叉比对 所以如果台北股市今天到中场收盘 有可能还不跌 假设跌幅在0.4个百分点之内 代表他很强 你说就这样子看吗 当然你要做交叉比对 如何做交叉比对 来看这里 各位会员稍待我们进广告 我会发讯息给你 针对哪些个股 你要部件 你要赶快卡位 你要赶快卡位 来我们看这里 这个我们先看现场即时的 我们再去比对过去的一些看法 好不好 来我们看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个叫Mix指数 Mix叫做波动率指数 你就静静地看着他 我把日期从11月23号 一直到今天早上 这里是11月23 这是今 就是刚刚15分钟前 20分钟前的即时报价 也就是说Mix它是走一个波动式的下滑 然后在昨天晚上 一直到今天早上 刚才出现一个瞬间 这里是暴跌 这里又急涨 对不对 记住Mix本身 本身跟股市它是形成反向 一起反向 它只要再跌 它只要再跌 记住它是领先指标 它会领先道琼 领先纳斯达克 领先全球所有金融商品 它会先反应 所以当Mix再跌 再跌再跌再跌 那国际股市一定涨 它保证是反向 它不可能同向 它一定是反向 所以Mix再跌 国际股市会怎么样 会涨 那Mix涨呢 国际股市会跌 所以因为昨天晚上 各位请看这个Mix 好 一根是60分钟 一根是一天 所以这是从11月23日 一直到12月9日 这12月提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为什么你看到 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 道琼跌0.3 然后纳斯达克跌1.9 日金跟南韩分别跌 0.8跟0.3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好 那你接下来你就要去看 你要是怎么看 它会不会继续往上涨 如果Mix继续往上涨 代表国际股市呢 国际股市呢 它还会再跌 那相对的如果它没有办法往上涨 甚至于往下持续走向下修正 那怎么样国际股市就继续大涨 你说我怎么看 我会在这里画出一条颈线 你说你事后画的不是事后画的 这是从11月就画到现在了 不是现在 现在已经 今天已经12月的策略了 这条线是从11月中旬画到 不要说中旬 从11月初画到现在 就一直是这一条 这条多少 一个来看 我们来看在11月25号 一直到12月8号 11月25到12月8号 差不多全部都贴到这一条 因为这条是颈线 最重要的颈线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把近期 最主要交易量是不是这个点 跟这个点 这个点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点在哪里 这个点在这里 这一条是最主要的颈线 也就是说 当它由上往下 跌到这个颈线 跌到这个颈线 它是不是都要停在这 再往下走 它往上要回来交代这条颈线 再往下走 这里是不是爆量 它要来攻这个颈线 这里爆量 攻上来是不是贴着这个颈线 没错吧 然后 国际股市就继续大涨 在昨天晚上 它领先出现反转上扬 所以它纵使要往上走 是不是压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它这条颈线 它要过这条颈线 它必须要能够站上 它如果站上这一条线 不一样了 针对国际股市你就要保守 那问题是它要先站得上 它站不上呢 它站不上就跌不下来 不是我不猜的各位请看 你静静看这张图 你说那这条线在哪里 这条线在23 23 你有真的吗 来这里是11月23号 这是现站 这是现站 这是现在 这是11月23 这条是否23 那现在它就 你说我什么时候 针对国际股市也好 我开始做多方我减码 并且我去步空狙几 可以 它要冲过23 它过不了23 你要小心它继续往下走 它继续往下走 那为什么是23 我们把时间回到上个月好不好 我们要回到上个月 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把时间回到11月26 来 各位请看 这里是11月9号 这里是11月26号 这是9号 这是26号 现在是12月10号 你有没有看到这支 这支 这多少23 绝对是23 也就是说如果VIX在23以上 代表国际股市还是正向的 不是 你要小心 它在做整理我讲错了 23以下那就是多头 那强烈多头不是一般的多头 那叫快牛 还有快牛 慢牛 有啊 快牛就是它会攻很快 你空它 它连跌都不跌就继续涨 所以它只要在23以下 都叫强烈的多头 不管股价指数 持续怎么跌都一样 它VIX只要23以下都叫强烈多头 所以这个是11月9号 11月25 26 我们再看拙现在 现在不就是这一张了 你是不是从11月9号一路延伸过来 是不是这一条23 它破了23呢 不好意思 国际股市又继续大涨 台北股市又继续大涨 好 昨天晚上出现反转 问题是对空方来讲比较可惜的是 它没有办上没有攻克这个23 没有攻克23代表整个结构 还是属于正向 那既然是正向 台北股市现在14282跌108点 你说该怎么看 看0.4 看0.4 现在14283嘛 对不对 那跌106点嘛 跌幅约略落债 我看一下跌幅 0.7 那你看到收盘 要看得太大 台北股市如果今天跌幅在 0.4个百分点以内 那你要小心 就是说这个多头还是非常强悍的 你说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到底可不可以买股票 看一档股票 不是看它涨跌 跟它涨跌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没有办法去预估它的股价 OK 我把它缩小 我们来看 这支股票有厉害吗 你说的 大家也会 不是不是不是不不不 你静静看着它 静静看着它 如果你在这里 就我比的这里 我现在讲给你 这是现在嘛 对不对 这是今年的四月 今年四月 这是今年的元旦 一月 这里是九月 这九月 你在这里买进 然后买进之后 你用你所有的力量买它 你知道你一定会赚一倍 如果你在这里 你知道它一定会去一倍 一倍 我感觉 你感觉要买吗 就会买了 那你用同样的结构 好 来 看这里 所谓的会员 我已经带你进场了 我再偷看一下好了 不行 不能按那个 我头看看 等一下我先进广告 你就加码就对了 好不好 有加码对啊 加码还没 OK 好 可以 好 看这档股票 看 这档股票叫做1513的中心店 对不对 日期是11月26号 11月26号是这天 今天它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过去 我不知道未来 好 各位请看 这个叫周线图 每一根K棒叫一个礼拜 每一根叫一个礼拜 好 时间点在这里 我在这里 画出一条平行线 就我才有一条算 这一条线以下 我就不去买中心店 我不去买 那为什么我们今年同样 不是现在 我们之前一样经常中心店 因为很简单 它只要站上这一条线 你说紧线吗 不是 那跟紧线没关系 我就做买进 因为这里叫27.7 叫27.7 股价它如果可以站上27.7 代表怎么样 代表它要涨到哪里 代表它要涨到55块四毛钱 那你可不可以在28块买进 29块买进 30块加码 31加码 32加码 35加码 40块继续买进加码 45块继续买 可以吗 因为它会起到55块四了 用小鱼鱼鱼 现在已经报价64.5 64.10 所以现在我看不懂 我只看得懂这里 那就够了 那为什么会涨到55块四毛钱 那为什么会从27.7 暴涨 从19.7涨到27.7就涨一波了 可是这里我觉得不应该进场 真正进场是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它站上了 它确定站上了 那你就进场了 那这里在27.7之上 他会购买 然后呢 他会起一波 你说真的吗 不敢会购 帮我一个忙 我自己放大好了 可不可以放大 二盒 调整大小 不会按 我大概念给你听 帮我一个忙把这里放大 底下就好了 好 看着它 这里写多少 27.7 是不是27.7 绝对是27.7 然后呢 109年4月17号 27.7 100空高年今年 今年四月十七 如果中芯店站上27.7 这公告的咧 那你就买啊 100空 2020年四月四月 如果股价占上27.7 它就会涨一倍 这个不难 买这种股票 你说有这种标的吗 有 看这里 各位会员 昨天在直播里面 我们不提到吗 好 来 看着它 今天是不是12月10号 这刚才要开始而已 还没 还没 这才刚刚要开始 没有啦 这是不是这四十 这样就好了嘛 这是不是四十块 对嘛 好 这是不是叫三八点五 对嘛 好 来 买会涨的股票 不要买会跌的股票 什么是会涨的股票 在这 这些多少 是不是三八点五 是啊 这是不是三八点五 然后呢 就一路把它加码 OK 目标一倍 怎么看 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 十一月十一 销购物 十二月十三 拼股市 十二月十三 旌旗日 顾得投顾销老师 全新技术分析 全K教学 高低精准掌握 完整全攻略 会员免收费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得投顾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十一月十一 销购物 十二月十三 拼股市 十二月十三 旌旗日 顾得投顾销老师 全新技术分析 全K教学 高低精准掌握 完整全攻略 会员免收费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拒检或拒测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拒检及拒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 早安 大家好 9.06分 11426 好 来 一样 现在加权指数报价 14287 那么观察 第一个开盘量不看 开盘之后 交易量是不是递减 对不对 问题是现在你眼睛看到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五分钟的集结报价 就是说它每五分钟底下 它统计这五分钟的交易量 那整体上我们再看关键点 我比较倾向 像霍云的报告就看一分钟 就每一分钟加权指数的成交量的总和 一分钟 然后这总和我们去看 开盘量不看 然后接下来交易量会递减 在递减过程里面去观察第一根 第一根爆出来的 第一根爆出来的跟第二根 来 两个点 一个在14300 一个在14265 就这两个点 就早上到目前为止 原则上大概就落在14280 也就是说 我自己抓一个观察的点位 那利用这个点位来做评价 我到底应该乐观或者是保守 面对台北股市 你要锁定任何标的技术 你的技术分析的方式 关键点在哪里 你就利用这个技巧 每一档股票 这个叫最近最热门的 彩晶 华邦电 联电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东东 还有台积电 这都是热门股 请问你 那你怎么去观察 你要你自己的看盘技巧跟方式 然后去寻求 第一个 你笃定它一定会涨 举例 什么是类属于 你可以乐观的 并且你要强迫自己 要正向的 就在这里 我们讲另外一档 来 各位请看 我向会员推荐的股票 会是类似这一种的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月 今天已经12月10号了 对不对 然后该公司的股价 在11月30号 是不是突然暴涨 然后接下来12月1号 12月2号 一直到11月3号 是不是暴涨之后 然后就买进了 你不是在等一个 最佳的时间点做切入吗 然后我们看到 我看到今天公告的 公告什么那个 台湾第一大 不是我们这个第一大 但是我们也在它里面 就是现在国泰发行一档新的 5G台湾第一大 第一大 ETF 真的最大 倍载的 木质 来 那么成分股 我稍微看了一下 挑的跟我挑的差不多 如果我是ETF的经理人 我看一下它的持股 成分股 差不多 如果是我 我大概也这么挑 那里面当然会有这档标的股 不用再说 一定有不可能没有 这12月3号 那该怎么办 那进场 然后我们来看 事后来看 这个叫做均线的纠结突破 纠结突破它就大涨一波 那这里是不是纠结突破 那回测这个纠结点的上缘 不是一个最佳买点 这个叫做技术分析 第二个 我们要去观察 该公司到底是不是第一大 绝对是第一大 该公司已公告了第三季 这是2020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三季营收创历史新高 第四季 预季应该落在1550亿 单季 我现在不是讲一年 一季落在1550亿 第三季创历史新高 预估明年会比今年更好 哇 那你说怎么办 那就买进了啦 还能怎么办 那就买进了 然后继续加码还能怎么办 一档买会涨的股票 不是去买会跌的股票 你明知道它会涨 纵使股价跌个两毛三毛 那你不赶快买 你什么时候买 你等它涨停板再买 买会涨的股票 要针对这种 第一个股价被低估的 第二个你笃定 你确定 因为已经公告了 也办了法说了 前三季每股盈余你都看到了 第四季 十月公告了 十一月就这两天公告了 就这两天 最晚今天嘛 早嘛 一定要公告 大家要早点 月报表一定要公报 好 再来只剩十二月 所以你已经可以 百分之九十推估出来 你手上 你目前自己持有的股票 它的获利情况了 你应该要估得出来了 因为八九不离十 误差应该控制在 两个百分点之内 你不用等到年报 年报要等到明年三月 你怎么要待 你早就已经可以 清楚预估出来 什么样的股票 可不可以站在买方 第一个 针对成长型的 被低估的 那就布局 却并且股价是刚刚纠结突破的 获利能力在激增的 刚刚才突破要准备上扬的 你要去布局这种股票 那面对台北股市整体 我的看法其实你就放轻松 你说好 放轻松 对啊 你大概抓14280吧 大约啦 大约落在14280 当做一个今天的强弱关键点 然后中场 看今天的跌幅有没有大于0.4 那大于0.4你还是次度保守 就是你看它的涨跌幅 那如果小于0.4呢 那你就乐观嘛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股跟南韩大约 你把两个加起来大概是一个百分点 那台北股市标准 依照过去11月份以来 11月份一直到昨天截止 台股它走势特别强 你说真的吗 真的吗 本可以清菜吃 我会不会当欧白宫 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格局 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 因为我把它简化了 因为放太多商品比对 我怕大家看不清楚 就把几个比较主要的标的提供 这从今年下半年7月1号以来 那么把几个比较值得现在做关注的 一个是南韩的Caspi指数 另外一个叫做加权指数 那最后一个叫做道琼工业指数 我们去观察 到目前截止 到目前截止 道琼的话是涨17个百分点 台北股市涨24个百分点 南韩涨27个百分点 依照这个结构 台股会超越它 那超越它怎么做观察 预计高点发生的时间点 应该在12月16号 时间还有一个礼拜 潜在涨幅2.5个百分点 如果以大盘来看 大致上应该要落在 14726点 感谢大家 如果说想进一步了解 欢迎你可以询问我们服务人员 祝大家身体健康 想做顺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何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11月11 萧购物 12月13 拼股市 12月13 旌旗日 故事 顾得投顾蕭老师 全新技术分析 全K教学 高低精准掌握 完整全攻略 会员免收费 0800-555-808 0800-555-808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 副指揮官丹宗安 南国来已经 启动秋冬风雨专案 来减化 立境的减益促势 辅助理需要立境台湾 或是安台湾专机 请准备定期前三天 来コミュニティ 核酸减养报告 台湾专专业 驾